高光你怎么这么渣呀 当渣男感觉很好是吗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别耽误我时间 行 你现在去店里把这个给我换成金的 我就跟你和好 和好 我告诉你 闹得就要他这一辈子也不跟他跟你和好 男生你先冷静冷静 咱们还是好好聊一下吧 刚说说因为什么分的手吗 我让他每个节日都送我个礼物 这没什么问题吧 但他现在越来越敷衍我 618那天我让他送我个礼物 他送了我一个破阴手术 那不是金的 我怎么带的出去啊 怎么就带不出去啊 再说你要真不喜欢 那你别收啊 你事那一手术也不是很便宜吧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银手术的事 618那天他让我帮他清空购物车 说不清空就是不爱他 一万多块钱的东西 我全给他买了 然后他还让我送他礼物 他竟然还嫌弃我送的这个手术是银的 那不是金的也行 你送我个苹果十四也行啊 你怎么就不给我买呀 大姐 我就是一打工人 我也不是发贷 你想让你自己去买呀 我要自己能买还用你干啥呀 别忘了你是我男朋友 我让你给我买点东西花点钱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压根就不是钱的事 咱俩在一起这两年 一旦某件事情上产生分歧 不管对错 我的想法全都会被你给否决 你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凭什么得一致没致你转啊 那两个人的想法一致才能走得更长远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感情 我是你女朋友 我还能害你吗 那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你来做决定吧 我工作一天原本就已经很累了 你到家以后 我说我很累我想睡觉 你却跟我说 必须等你睡了以后才能睡 周末我偶尔跟朋友出去上个网 你就电话轰炸我 我也是要放松的时间你知道吗 你跟我在一起不是放松吗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了 你觉得游戏什么的都比我重要 你想看韩剧 我就必须陪你看韩剧 你想吃水果 我必须把水果洗干净切好了断给你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一直在照顾你 你又一丁点的不满意就朝我发脾气 你知道我会放松吗 那你做的让我不满意 我还不能生气了是吗 女善儿 男善儿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吧 你这么强制真的太过分了 还有男善儿这样女生真的不适合你 你一定要去牵手看看 里面的长腿郁姐 温柔选妹挺适合你的 那我月入六千的工资 也能跟他们谈恋爱吗 月入三千也可以 牵手的女孩子都是好好过日子的 闺蜜不多 每月稳定存钱不月光 恋爱次数也少 我已经给你试过了 绝对没问题 妹子嘎嘎甜 兄弟们快点爪脚下载 找一个一起合租的女友吧 不是我以后不这样的还不行吗 再说了 你这次答应跟我见面 不就是想跟我和好吗 我这次来就是想把话给你说清楚的 你们俩不可能了 你怎么这样啊 你总是测试我到底爱不爱你 测试我对你大家到底有多少分 但是你知道你在我这有多少分吗 分手吧 以后别联系了 我这次来就是想把话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